全身密不透风 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感谢 进驻到集中检疫所的医护人员 为了救出潜在感染源 新北不断扩大筛检 从5月18日开始 确诊数每天都是全国之冠 确诊的120个病例 昨天的快筛量又创最新高 有4833个 找到了41个 赶快及早到集中检疫所 能够及早治疗 但好消息是 新北快筛阳性率有下降趋势 从7日的1.1%滑落到0.8% 综合确诊22人 三重21人 板桥13人 以及新装12人 但眼看端午廉假就要到来 侯友宜也担心 民众一个松懈疫情也会跟着上来 新北的景点完全关闭 请勿前往 所以在家里面 看我们新北京 用电脑看得好 在塞丁宁 民众廉假期间非必要不要出门 就判中央疫苗 尽快配发下来 现在新北市宣布 首批疫苗施打对象 为住宿市长照机构人员 85岁以上长者 以及第一类至第三类医护人员 约8.2万人 接下来在医序开放 牺牲患者 80到84岁 以及75到80岁的长者 我们一定要做到非常的细腻 要分区分离分时段轮流接种 过大小减范围 同时加速疫苗接种率 纠盘新北这波疫情 可以尽快落幕 欢迎我们叶秉杰 另外于新北报道